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他带您来关心的是香港局势 李宗盛交保了 不只交保 而且他的财产被冻结了 但大家比较关心 也比较担心的是 有没有可能移到中国去审呢 而李宗盛难道就有1.9亿的财产吗 那有可能啊 所以他的钱跑到哪儿去了呢 他来告诉您的是高雄选情 据说现在蓝已经定出了一个333的目标 到底什么是333目标呢 赶快来介绍 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周小平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媒体员上一夫 大家好 财经专家 赖先生 宪哥 欢迎来到 资认专家 王上志 欢迎来到 要请到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彦 大家好 以及东澳大学教授 施政风 施老师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我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终于有疫苗了 问题是台湾拿得到吗 全球第一 俄罗斯研发出新冠疫苗 普丁的女儿已经接种了 我们来看到 这个疫苗一公开之后 杜特蒂第一时间说 她愿意拿她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 自愿公开施打 俄罗斯的新冠疫苗 而且她还又说了 她其实以前说过很多次了 又说 她说普丁是我的偶像 问题是台湾在这一场 疫苗争夺战当中 是不是已经边缘化呢 这一次阿扎尔来台湾 最后呢 大家说也没拿到疫苗 也没拿到药 所以我们的前机关署长竟然说 是不是白来了呢 是 那这次战斗民主拿到第一名 当然全世界都是严谨期盼 那这个疫苗能不能早一点到 我们自己的国家来 那其实在今年的六月 她做人体试验的时候 在之前 在今年的四月 他们俄罗斯战斗民主的精英 就已经先打了 精英先打 不怕死的嘛 因为我们战斗民主 怎么可以输给人家 精英要打 你不能全部都 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先打 不是精英先打 现在疫苗出来以后 普丁叫他自己的女儿打 我女儿敢打 你女儿为什么不敢打 所以这是我们的 全世界第一次的疫苗 所以我们如果疫苗 所以小慧要先打 大陆的疫苗人体测试的时候 第一个打的是谁 陈威 陈威秀就是 解放军少将接管武汉 那个实验室的 他有先打 所以我们有没有这种魄力呢 如果是我 我敢 打下去就是死了 也变成民主英雄嘛 对不对 该打就打 毕的疫苗就打 就那么些而已 当然美国川普 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们知道美国这次 大撒币的过程里面 他事先就算计好了 全世界只要你这个研究室 已经有眉目了 我就投资钱给你 但是你第一个一亿要给我 第一个一亿之要给我 所以我们来看 他光是最近傻必傻了多少 莫德纳15.3亿 来 辉瑞19.5亿美金 然后娇生10亿美金 葛兰素20亿美金 这样1亿 4亿之 另外他还跟牛津 还跟德国的一些药厂合作 所以他全世界 今年有6支的疫苗要出来 美国至少占3支 所以台湾就只想说 这次美国的卫生部里面来 我们有梦啊 卫生部你说很难选 我们美国先用完料 我们再用人道的立场 全世界有好国家 大家平均分配 你说不就别说了 平均分配在那里面什么地方 是啊 当然没办法就照拜了 整拐的拐到够 看你因为你是拐的够嘛 对吧 你如果是150公分 你就不能说你是巨人啊 对不对 你是小巨人而已嘛 你要自己照照镜子 到底你是真巨人 还是小巨人 那讲到台湾来讲 整个月 二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不是我们的国家队 口罩国家队 疫苗国家队 那个什么测试国家队 对不对 然后制药国家队 讲得那么大 那个扁化得那么大 到底有没有 因为没有 因为我们是用18世纪的脑袋 在管理20世纪的国家 因为脑袋没有办法开花 我们知道在疫苗 除了动物试验以外 进入人体有一级二级三级 那一般来讲国际的规定 这一次是特殊情况 都用紧急授权法 就是说 没关系 我三个月就给你了 拜就给你了 你不用照拜 你也要照拜三年 你拜不付 结果一级二级国际的规定 1500人到2000人 我们规定 台湾该染3000个人 结果我们的药厂 现在有三家 包括国光 包括高官 联雅 对联雅这三家 组织一个所谓的国家队 现在高端都有机会 但是高端他碰壁了 为什么 他的二级要3000人 到哪边去找3000人 没有样本 结果就紧急的反应 反应以后说 好啦 那这样子 我们就经过冗长程序以后 3000降为1300这样可以吗 可以 问题是你要找医院配合 你要找医院配合 不是在你们家打 对不对 还是来我们家打 一定要医院配合 你知道美国现在疫苗 是80家医院在配合 80家医院 然后你双盲测的过程里面 你才让那些病患不知道 我们找 政府就下去讲 没有 政府就不需要下去 下去下去 他就没有了 现在医院就没有了 现在就拖拖拖拖拖到这里 听说 在今年的8月进入一期 今年的12月进入二期 这是最快 我讲的是最快 这个中间有延期 我不管 所以最快最快 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 明年3月4月会出来 柯文哲这个时候痠了 他说 我跟你说 你别想了 全世界70亿的人 现在出来就是 1亿基到10亿基而已 要打三轮 就到台湾 所以台湾不用想 每年三月四月 可能有1000万基 100万基进入 还会轮到我们 我们有可能 因为你知名的那些主持人 我们就不可能了 所以我们要等 我们要等第四轮第五轮 大家走排队 好不好 口罩排队 那个消费阵排队 疫苗排队 台湾通通排队 好 我们来听陈时中怎么说 大家在问 是不是这一次 卫胜部长来台 是白来了 我们什么都没拿到呢 时中部长说 你现在问这个问题 是白白哦 友邦来了 那不是为了 交换礼物而来 是建立一个国家的关系者而来 这是一个长久的发展 不能用单一的目标来看这些事情 那如果毫无国际观的人讲这些事情 那也就算了 那有国际参与经验的人讲这样的事情 那真的就是白目 其实记者问的不是北报的问题 是老百姓很关心很担心的生命安全 特别是我看到台大教授张长泉 前两天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台湾已经被秉除在 国际疫苗投资的战略圈之外 他说国际之间 大家都是互相合纵连横的 因为我也不敢堵说 我一定会研发出来 我也不知道是谁先研发出来 那大家互相交叉持股的概念 那不管谁先研发出来 自己用之外 就会分享给他的投资者 但台湾没有 因为台湾认为 美国一定会给我我们压缩宝了吧 其实这里很明显 其实是政府的部分的态度 错过了几个战略 刚刚讲这个国际疫苗战略圈 也就是说这战略的时间点错过了 比如说其实现在来说 其实疫苗它已经不是 药商之间的战争 它是国家等级的这种争夺 然后在这里头必须要 为自己的人民优先取得疫苗 那台湾错过什么呢 其实台湾其实在国际药商当中的 这资讯是很充足的 也有这些研发能力 可是重要部分是投资 所以不只是国家的主权基金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国际的投资 乃至于说民间企业 其实如果在早先也加入了 一些国际上的这些药商的投资的话 其实就比较有机会 那这个错过了 但是我们认为老美会给我们 对 所以这里有就是 我们之前有发表过防疫沟通宣言 没有错 所以这里有就是 官方的态度 政府就是巴望着美国 然后以为口罩可以去 我们就跟他口罩可以换疫苗 之前很荒谬 就是非常地天真 所以这种天真的状况 使得现在究竟还有一个机会 美国把台湾拉进这个 后面的这个疫苗战略圈里头 这个是张教授当中 特别所指出的 不过这里头我们看到 最明显的例子 是谁呢 这个国家战略是谁 我们刚刚其实提到这个疫苗 已经俄罗斯已经出来了 他现在是全世界第一支 没错 马上响应的 其实就是菲律宾 而且菲律宾在公开 其实在11号的时候公开说 他说他将会公开的接受施打 而且他说先拿我做实验 我完全不介意 所以到这样的地步 而且他还进一步说 其实俄罗斯这个疫苗 事实上是在之前 就已经跟菲律宾这个地方 做人体实验的合作 我们知道其实菲律宾 有将近14万的确诊案例 所以这里头 而且疫苗必须要跨人种在实验 搞了半天菲律宾 老早就跟俄罗斯勾搭上了 还提供了确诊案例 来做人体实验 那当然 其实这里头 各方瞩目其实是杜特蒂 为什么会这样 他是真的喂疫苗吗 当然不是 因为他真的太爱普丁了 很爱普丁 全世界当中有两个领袖非常爱 一个是车臣的 共和国的总统 另外一个就是杜特蒂 那其实杜特蒂 他在过去曾经有两次 印象非常深刻 一次他就在参加APEC之前 因为他终于要第一次 跟普丁见面了 所以他在出国前 在菲律宾的记者会当中 就像小粉丝这样子 很高兴地说 他要跟普丁见面了 另外一次最好笑的 其实就是在美国 上次大选的时候 有美国记者问他说 你究竟去支持希拉蕊 还是支持川普 结果他 他应该选希拉蕊或川普 对 然后他答非所问 他说 我最爱的是普丁 所以他曾经说过普丁 是他心目中最大的英雄 我都觉得很像BLG 这有点抚慰在里头 他真的爱得不得了 而且这里头不只是他个人 也延伸到菲律宾 跟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在2017年1月的时候 那么杜特蒂开始之后 多次的到俄罗斯 进行了包括他的军事访问 那么除了政治访问当中 他也参观了很多 包括到俄罗斯的反潜战舰上 那么去参观 那么而且俄罗斯方面 也派出了很多的军事的 高官跟他同行 他当然也一直见普丁好几次 此外的部分包括俄罗斯军方 在那个时候 刚好在2017年的时候 他们刚好有五艘的军舰 到菲律宾访问 所以可是在访问的过程当中 那么他竟然 针对于菲律宾的南部 因为刚好有一些 恐怖主义的反叛军在 所以俄罗斯的军舰 就直接从军舰卸下了 包括了五千把的 五千把的AK74M的突击步枪 一百多万发的子弹 还有军用卡车 直接送给了菲律宾 来镇压南部的这个叛变 好 上次我先插个话 因为这个画面 刚刚的画面是 俄罗斯的军事演习 我们比较少看到 俄罗斯的军事演习 那一次2017年那一次 多特地区俄罗斯访问的那一次 普丁还特别让他参观了 他们俄罗斯的军事演习 虽然俄罗斯跟菲律宾卸 他们建交四十多年 过去来讲很明显 其实都是菲律宾 众所皆知都是亲美的 跟俄罗斯距离非常遥远 所以也就是从 杜特地上任之后 这种亲密关系 就不只是政治上 连军事上都这么样的 紧密的合作 而且这紧密的合作 还扩展到现在还有后续呢 这个国家级的 这个两方的合作 还包括了现在俄罗斯方面 都知道他们的 核能的电厂的能力也很强 所以他们这方面 也都一直鼓励 菲律宾能够新建 新的甚至更多的 核能电厂 俄罗斯也愿意投资跟介入 此外还有南海地区 俄罗斯的这个海域当中 有许多海底的原油的探勘 俄罗斯也是战略性的 跟杜特地来进行联络 所以杜特地呢 不只是要跟他买武器 不只是让他投资核电厂 而且连南海的游戏 都说来来来 大家一起来探勘 显然杜特地真的很爱普丁 紧接着再带您来关心的是 黎智英交保了 但黎智英交保不代表 没问题 因为现在外传 他也有可能被送到 中国大陆去送审 黎智英在招压了 四十一小时之后 在今天凌晨过了 应该是说 昨天晚上的十二点以后 在今天凌晨 以一百九十二万交保 他的一点九亿财产 全部被冻结了 难道黎智英在香港 只有一点九亿吗 这个我想不太通 因为要搞媒体 一点九亿怎么搞 除了黎智英交保之外 周庭也交保了 但是他蛮有咖啡 交保之后又开始骂了 他说这是政治拘捕 还说他被抓过四次 这一次最可怕 但香港老百姓 很挺黎智英 除了他的股价暴涨 二十二倍 二十二倍 观众朋友没有听错 是二十二倍 第一天先涨了四倍之后 今天又在暴涨之外 他的苹果日报销量也是狂喷 现在本来是七万份的 现在已经来到五十五万份了 从七万份到五十五万份 那是八倍 现在保释了 你再犯的话 他谈什么事我们不知道 老公跟他谈什么事 政法委他的法庭谈什么事 可是你再犯的话 可以犯无期徒刑 勾结外国势力 特别是勾结美帝 美国帝国主义 要颠覆国土 老公都讲这一套话 好 那黎智英就放出来 首语胜过千言万语 他出来干嘛 有没有比这样 比大拇指 我很好 谢谢大家 香港加油 继续干下去 继续买我的股票 这个大拇指 这一一太多重一 我跟你讲 香港人现在转为地下 他的情绪 股票涨几倍 我管你讲 二十倍对不对 第一天涨四倍 紧接着在今天再暴涨 在今天又在涨了 所以 郭段已经涨了 就是短线 从他被抓到 现在已经涨了 二十二倍 香港年轻人 是几乎不看报纸 这个报纸 以前那个苹果日报 是新三社 印了七八万 现在印了五十五万份 这个类似干地的 宁静革命 我斗 我斗不过你 可是你活不过我 他们年轻人用生命 像这是天安门的一句话 你知道有人不躺个车 有个党那个年轻人 党个车 这是他们跟邓小平讲的话 年轻人我斗不过你 你活不过我 现在香港的年轻人 他也不必无谓的牺牲 就都被抓走 那香港人上街也会有事 国安法实在太严峻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认为 黎智英拿大量的资金 有一个网站叫 我要兰草 是不是叫周庭那个网站 是 那他们认为他们做了什么事 黎智英跟周庭这些 一路勾结美国帝国主义 要分裂国土 香港是老共的一部分 我跟你讲 第一个叫做网路 再进行 二叫做募款 三跟老美合作 而且游说外国政府 西方国家 制裁香港 要光复香港 就等于要跟习近平来对抗 他们认为孰可忍 孰不可忍 习近平的国安法 说一定要对付你 而且他做了什么事 是不是美国先出手 是不是冻结林郑月娥的资产 美国先搞了林郑 对 然后你打我的狗 我就杀你的马 你的马就是黎智英 马 黎智英就是美国人的马 我讲这很明白 就是一定要这样 以牙还牙 中美大战之一 好 所以美国惩治林郑 那中国就死美国的肉票 是这个概念吗 我们来看 周庭在交往之后 她说了什么 坦白说是最害怕的一次 警方拘捕我的理由 就是说我由七月至今 是利用社交媒体 是去勾结外国势力 所以其实是非常之空泛的一个理由 今次可以显示到 其实政府不单只是以言入罪 我对于拘捕理由是不明所以 政权不单只是以言入罪 更加是无中生有 好 在今天大家关注的是 除了黎智英交保之外 黎智英的资产被冻结了 冻结了 在香港所有的资产1.9亿 这我就画了一个大问号了 1.9亿怎么搞媒体啊 黎智英怎么可能只有1.9亿啊 1.9亿是他个人资产 看得到的 在香港的个人资产 特别强调在香港的个人资产 所以 他有很多资产 台湾他现在也还有资产啊 台湾公安台湾就卖了150亿的房产 他公司底下去控有很多地东西 我举个例子 现在苹果日报的房子 是登记在黎智英另外一家公司名下 不是苹果日报名下 所以他还有投资房地产 他之前还有投资玉山银行的股票 他投资到的金额 足以选一席董事 他到最后卖掉的时候 听说是十几亿 这个玉山的股票 我知道他还有土城一万多坪的土地 卖给了长宏 他土城卖给了长宏建设一万多坪 但是他这个地是挂在另外两家公司 挂在两家公司 一家是查德威 一家是那个香港商盛 董事长是挂谁 负责人是挂谁 就是现在被通缉的 Mike Simon Mike Simon何等人也 Mike Simon应该有应该有美国籍 他应该有美国籍 Mike Simon其实说一句最简单的话 就是黎智英的投资财务大臣 就是他的大臣 我为什么这么说 先前苹果日报 有一度要卖给一个集团 那个集团是由估重量 王文渊 还有蔡衍明他们合作的 要买 结果到最后那个约毁掉了 破局没有买 当初王文渊 还没有跟他们合作前 王文渊有意要买苹果日报 打了一通电话 跟他在苹果日报 交情还蛮好 就一传媒系统里面 交情还蛮好的一个高层 那个高层说你有兴趣的话 那你要跟谁谈 他就把Simon的电话 给了王文渊 请王文渊要去跟Simon谈 所以Simon是他的账房 买苹果日报 所以Simon至于 你至于就是刘泰英 至于国民党 还不是账房 我们所谓的账房 账房那么简单 他是他的财务大财 没有 他每一个媒体 你比如说苹果 他有苹果CEO 一周刊他有一周刊CEO 什么什么 但是他旁边一个 最重要的特助 Mike Simon 就是他的财务总管 投资总管 为什么他在 所以我说那就是 刘泰英至于国民党的概念了吗 刘泰英至于国民党 李登辉跟其他后面主席没关 你这样形容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一个政党 一个李登辉的好朋友 现在人家是一个老板 用了一个人 你要怎么形容我无所谓 差不多啦 李登辉跟柳上英差不多啦 所以你就知道 Simon在黎智英旁边 是多重要的一个人 他负责资金 现在国安法实施以后 这一次是用国安法 香港国安法办他们 办他们 那里面就有涉及到 勾结什么 外国势力 外国势力 境外势力 还有一件事 就是你对一些主张分裂 或是颠覆政权的团体的资金资助 资金资助 所以这次就说他资助了 我要揽炒这个网站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在 周庭这个网站 在看这个 所以他们现在就在看这个 你有没有资助 有意要颠覆政权的国家 没有他们有说给一百多万港币 黎智英有给钱 黎智英有给 然后你知道中国有多恨黎智英 你不要忘记一件事 2019年7月黎智英去美国见了谁 见了彭培奥 还有国务卿彭培奥 那彭培奥现在是骂谁骂的最凶 骂中国骂的最凶 对啊 你说中国会不会对黎智英恨得牙牙牙牙的 而且他去找彭培奥跟彭斯 彭斯谈的就是香港问题一国两制 那时候还在反送中 黎智英勾结外国事宜 黎智英勾结彭培奥和彭斯 我没有这么说 那是你的解释好不好 老公那是你的解释 我们来听 过去黎智英怎么谈Simon 你拿出一点点进去好不好 一点进去都没有 他也说我是CIA 他也是说美国 我美国派来的 对 而且他们把您 您的一个助理叫做Michael是不是 Mark Mark 他捐钱给这个 他没有捐钱 泛民党派 以他的 就是他会 由他会的这个钱出去 是在您的这个账户之下 由他会钱出去 没有啊 然后就说 他原来也是CIA的 是这样吗 钱我捐给那些民主党 那些 这么多年我是捐的了 不是经过他的户口的 我自己捐的 我自己捐的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server 所以知道了 现在已经 他给我工作 没可能有钱了 说他CIA CIA会派一个人来跟我做事吗 疯的了 我从来不想安全这个事了 那么 只要如果 常常想到安全 我就 真的跺到 中共的陷阱里面 陷阱里面 那么他们最厉害的就是 让你害怕 其实之前媒体也曾经报道过 林志英的财产 他的巨额财产 散落在全世界各地 因为他曾经写过 遗嘱分配他的财产 这个遗嘱里头就讲到 他的钱 哪些钱在英国 在法国 在日本 还有哪些钱在香港 还包括在美国 台湾 所以当然 1.9亿只是冰山一角 不过上志是长期 在观察香港问题 而且自己在香港 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一次抓林志英 其实有非常多 我们没有看到的猫腻 这很有意思 其实我想这里 我们大部分在台湾 会关注林志英的观点 但是我其实蛮关注 这个 也就是说 现在所谓港府的 这个国安处 他们的这个出手 要知道其实呢 如果我们就先前 都觉得这个国安法 跟香港港府国安处 他们其实都会觉得 给人家非常恐怖的感觉 你都会觉得是 中国大陆的那种 国安的这种水平 那应该基本上 就已经早就把你监听 你的这个祖宗八代 你的所有人群网络 然后而且他们要抓你的时候 早就已经是铁证如山 你跟逃都逃不掉 按照中国的国安水平 就这样 就没想到这一次 其实港府的国安处 在这一次拘捕了 包括李志英 还有他的两个儿子 一传媒的高层 另外还有包括周庭 这些人十个人 同时拘捕之后呢 一般本来开始认为说 哇 这个拘捕 就把他们抓进来 然后抓进来是这样 因为香港的部分法律 跟台湾争托大陆不太一样 它是比照英国的 如果你现在到香港的这个法庭 你要知道 香港的法官当中 有很高的比例都是经法必言 还是是英国人 但是据说港版国安法 它可以指定 谁来审这个案子 最后终审的时候 也就到三审的时候 可以来 可以由港府来指定 但是呢 就刚刚讲说 在这个 也就是说 有关于国安单位 出手拘捕的时候 主要是把他们抓进来 一方面征讯 二方面就提出 他们手上的证据 来同时来比对 那么按照道理 本来讲说 应该是 港府的国安处 应该是已经胜券在握了 就可以把他们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 同时继续在调查 但没想到 因为香港是这样子 他们是所有 无论警方 或者是国安单位的部分 拘捕在48小时之内 就一定要放人 也就是如果没有继续 拘捕的事情之下 那就在这个法庭上 就是48小时之间 提交给法庭当中的时候 国安手上 有什么样的部分的证据 跟罪证 他们提出来 而黎智英的律师团 马上去 他们看不到的 他是当庭 大家就要对决 就要解释跟说明 最后有法官来判 这是香港方面的 这个征讯的过程 就没想到 其实黎智英的律师团 真是太厉害了 黎智英律师团很厉害 太厉害了 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跟你讲 其实这样子 我刚刚听到是 所以还能够交保 就代表他们的律师团 其实有飞而来 也就是说 其实包括香港国安处 还要把李智英继续 这些人扣押下来 继续再查的律师 可是他们国安处 提出的这些市政 是逐一都被驳倒 所以最后法官才会判 而法官在判当中 你知道50万港币的保试金 在我所认识 跟知道香港的部分 这种判决上当中 是很少不拉击的 很多香港的商务判决的 他们保试金 都是上千万港币的 而且他的冻结资产 也不是全部冻结他的资产 是冻结他的资产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在我看 这个部分保试是 法庭的这个保试 其实是相当低的 所以也就有民间当中 也有传说说 所以这一场法庭的交手 黎智英是占了上风 对 而且当然 这里也有人提出一个观点 在香港民间是这样 他们认为现在 因为虽然没有错 你有国安单位这些爪牙 到处在征搜 可是香港的司法体系 尤其这些法官 并没有被国安 或者被港府全部收买 也就是说这个法庭 判决的法官 可是这个关键 他如果更同情黎智英 或者是更支持 基本上黎智英 他们这方面的说法的时候 可能对黎智英 也是有利的 那一般民间很想问的是 那他有没有可能送到中国去 送到中国去那可就不一样了 有关于官法的问题审判 他在最后香港这样的终审 最后一审的时候是 港府可以指定法官 也就是说 这个当然还是会一审二审打上去 但是如果再有任何的法官 对于黎智英比较同情 做出有利于黎智英 跟这些反送中 这些成员的判决的时候 如果港府在最后终审的时候 指定了亲中的法官 其实照样还是可以 把黎智英整个扣住 所以如果真的要把黎智英 真的押到中国去审判 一方面现在在港版国安法里头 因为他还没有 他的施行继承各方面 还没有那么想背 所以会引起更多的部分的争议 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性其实不高 但是有关于就近国安处 就香港的国安处 这一波因为他们可以说 他们得是出手的代表作 你不是说他们一定是 证据铁证如山在出手吗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但想不到出手之后 让他一百九十万就报了 而且我就说 在你知道刚刚黎智英的画面出来的时候 我在想像黎智英被抓的时候 为什么会穿一个白色很清爽的西装 他应该穿一个更轻松的Polo装 应该要被抓进去 所以你看我觉得他是非常 我个人认为他是非常很有把握 因为黎智英毫无疑问的 在他今年多次的已经申请出境 被法院拒绝之后 他心里有数 也就是说他有超过三个月以上 甚至半年以上的时间 全部整理准备来打这场司法战 黎智英是全切蛋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 衣冠楚楚的最后进去 没有棚头购面的出来 他应该抓进去多少次了 抓了又放 抓了又放 所以早就准备好了 他的律师团当然很坚强 但比较意外的会不会失窗他儿子 这个他应该是史料未及吧 这次其实也有关于抓他儿子 这件事情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他儿子在先前 没有涉及相关案子 他儿子在随时都可以申请出境 所以这次抓他儿子主要 当然有传出说 主要是因为他儿子这个餐厅 供应给一传媒的 这个员工的饮食 然后有违背了 就有违背了整个 他们一传媒大楼 这个工业区的规定 其实都是小的 当然其实也有媒体披露 就是说其实他们主要是在查 他儿子的有关于底下的 无论他的财产 或他儿子的餐厅底下 有没有透过他儿子 跟美国方面的资金 来这当中去资助 返送中的这些成员的资金 他儿子的这个资金动线 其实是他们锁定的 所以这一次其实是 黎智英的儿子被抓 是比较意料之外 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但是还是很顺利 而且甚至在这次保释当中 他儿子是最快被保释的 我们刚刚也谈到 黎智英被抓之后 股价暴涨 包括他个人的身价 以及苹果日报的销量 也瞬间暴涨 本来一天是七万份的 现在加印到五十五万份 不过说到苹果日报 说到一周刊 在香港打天下 那黎智英真是了不起啊 从赤手空拳 当时其实在媒体圈 他是一个nobody 他这也是做佐丹奴 就想不到一个 在媒体圈的nobody 竟然打出了一片天 没有错 那台湾对黎智英的一个印象 应该是跟一周刊 跟苹果日报连结 那香港人对黎智英的印象 就是一个字叫做 感 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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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天亮 就对了 黎智英也高兴 那黎智英就你说 如果没有六四天安门 就没有所谓的 媒体人黎智英 他本来跟媒体完全是 完全没有言源的 他本来是佐丹奴的亚洲的总代理 在中国大陆市场很大 但是六四天安门 他就印了20万件的T恤 里面支持天安门的那些学生 结果就触怒了中南海的中央 他电都收掉了 后来他又在一周刊里面 登了一个广告 给王八蛋李鹏的一封公开信 要说中央那些人 那些坦克那些人 会在街上跌倒死在街上 那这些当然就是 你现在变成我的眼中钉 所以中国大陆的佐丹奴的总代理 他就卖掉了 卖掉以后 在1990年的三月 一周刊正式创刊 第一刊的封面 是用那个许冠伦做封面的 他知道你知道光是一个周刊 投了多少吗 四千万的一个港币 这个手笔是香港这么大了 以前我们真的在你要害死一个人 叫他去办周刊就好了 对不对 他四千万得下去 前香港人就看他笑话 因为你根本不是文化人 你也不是媒体人 你四千万下去 让你死了 一星期费6万本 一个月后2000万会贡币 外交之后 一年你就要聊 你就要倒了对吧 对 所以后来香港有一个东方日报 那时候报业的龙头 他就创了一个东周刊 我给你拼 我就跟你拼 结果就是一跟东 所以东周刊跟伊周刊就拼了 对 就是一东战争 结果本来我们什么中国 我们时报周刊 我们什么美华杂志都有到香港 结果这两个一打 两个打上去以后 其他周刊全部挂掉 所以我们的中史好像也挂掉 全部都会出那个市场 因为变成两个周刊 然后一年以后 他六万本 一个礼拜六万本 变成十二万本 刚好损益平衡运气来了 1992年 因为香港跟九龙的一个 九龙跟广州的九广铁路 那个铁路 他登了一个广告 叫做什么 叫做铁路闹鬼的广告 结果那个铁路闹鬼广告 很多小孩子去拍当小演员 一个一个统统死掉 好奇怪 结果一周看就派人到北京 然后到处去查查查 光是那一个礼拜 加印了三次 创历史新高 最高每个月 每个礼拜平均30万本 一年可以赚一亿的港币 所以大家想知道 到底铁路有没有闹鬼 对 让他的记者去年到北京去查 香港人最相信这种东西 香港人最喜欢这种 街头相依这种什么 一些香港人很无聊你知道吗 没事就黑白说了 黑白心了 结果两个都冲起来 结果他很厉害 他又创了什么 又创了苹果日报 那苹果日报创出来以后 他投资多少 1.5亿 投资以后很简单 买报纸送苹果 真的 买报纸送苹果吗 吃苹果吗 对 真的可以吃的苹果 那香港的书报庭 你如果到香港 就书报庭都很大 对不对 苹果一箱一箱一箱 买报纸送苹果 本来一张报纸 在香港是卖五港币 你知道他一推出来 苹果日报卖多少吗 两港币 然后现在 低价杀价争争 我你卖五块的 你就降三块 我降一块 又是清理战场 所以黎智英他也是很争议 他有一点像什么 因为他跟连在一起的 就狗仔队 星山社 所以他的对手说 真的佩服他 但是也觉得非常的讽刺 他的赚钱是从佐丹努 然后到这种的星山社 大家更关心的 应该是礼拜六的投票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礼拜六 到底现在高雄选情 有出现新的变化吗 现在大家最关注的 应该是韩国瑜会不会出来 韩国瑜出来到底是加分 还是减分呢 而韩团队已经全面接手 李梅珍的辅选行程 跟所有的辅选内容了吗 那原来的旧团队 是被用过籍丢了吗 大家搞不清楚 所以等会儿要来问问 我们现场的老三岗 韩国瑜站台会不会是反复选呢 同时 博选前夕 包含四君子合体说 现在整个韩团队 在靠李梅珍戒体还魂 所以韩团队接手了 李梅珍所有的选物了吗 其实没有 我给你讲个内心 其实没有啊 那个王建平有派李胜峰去操盘 然后呢 不是操盘啦 做政策而已 帮忙 做政策而已 那些到底谁在操盘 是韩团队在操盘 还是李梅珍 都不是他身边的人 是李梅珍身边的人 对 他最听他身边的人 小新有时候也觉得力有未带 也提了很多意见 也会被否决 他也听小新的话 有些也不听 我想郑昭新这个角色 那为什么外传李胜峰 离开团队了 李胜峰是当初王金平推荐的人 王金平热 因为李胜峰真的很厉害嘛 王金平就 我跟你讲 王金平跟李胜峰的私交非常好 然后呢 他认为李胜峰很厉害 他就是热心去帮忙嘛 是 对 然后来 因为 我觉得没有磨合得太好了 细节可能上一副比我还更清楚 你不要害我 好不好每次都可以到这里来 好 那不推你 我自己讲 然后呢 那他要不出来 我觉得要达到什么目标 我们要定什么目标 五周制药先求不伤身体 哎哟 吓我一跳 我以为我就只要赌奈他呢 因为低投票率 李梅珍怎么样 江启臣不用下台 没有很大的逼宫压力 就是30%嘛 对吧 30%的保卫战 所以李梅珍是选的很凡 主席保卫战 江启臣会下台啊 江启臣他只能会选个二十几 就压力很 我不要说一定下台 就有逼宫的声音嘛 那明年五月 朱耀宣主席 声势就更强大嘛 好 那今天的重点 那命悬一线啊 江启臣 开20几%怎么办 开30%我认为就过关了 好 那怎么样可以开到30% 而不是20几% 为什么尚一副很不耐烦 他很不同意 他很不认同你 因为他照热身体 因为我看到你一边讲 他一边很不认同 这样很不耐烦 我继续讲 等一下再批评指教 好 然后呢 第一投票率压到四层以下 我觉得导播可以开个框 然后在小萍讲的时候 来看一下上一副的表情 如何倒汗照热 那我跟你讲 因为韩国瑜一出来 会多一点李梅珍的票 可是会把麦粉全部叫出来 勾起94万的罢免 那个时候的情境 有仇报仇没仇练身体 那投票率变五六成 那我们一定是二十几 只有投票率四成 李梅珍拿到30% 那是不是李梅珍也有台阶下 江启臣也有台阶下 这是国民党的最高 这是要冷静 来处理这个选举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所以国民党的333防线时 我们的灯会小萍要讲清楚 我们来听李梅珍 为什么不断跳阵 我一直说过 就是所有要来帮忙我的 都很欢迎 那我希望这次 就是我们蓝军大团结 选举选到现在这样 我还是希望蓝军可以大团结 一点都不担心 我就是希望表现 我们蓝军全部都团结起来 我就是希望蓝军大团结 所以我希望所有能在最后这几天 希望我们的可以帮忙我的人 全部都站出来 不断跳阵讲蓝军大团结 蓝军大团结 通常讲团结就是不团结 我们来讲一下333防线是怎么回事 就是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要拿到30% 你们的目标是 第一个拿到30% 希望渺茫 第二个就是 希望渺茫 第二个输30万票以内 输30万票以内 可能会超过 可能也会超过 第三个三我不晓得 反正333有个计划 不要选第三名是不是 有这样一个计划 他们在研你 我觉得这个就是主席的前哨战 据说了另外一个三角之后 至少要拿到30万票 对了 就拿30万让陈其他压过50几万 三个都没达成的话 是不是江启臣下台倒数了 也不至于下台 当然很危险 那就变成 这个他的主席就会跛脚 如果333没达到 是 好 然后朱我看是一定要选 因为朱最近很勤 我讲个小故事很有趣 他派了徐晓鑫 他找了一些资源 弄了一个政治私属 就一百多个年轻人建议 朱立文搞了一个政治私属 对就叫他们 徐晓鑫办的 总干的是徐晓鑫 他也叫我去 我跟他很熟 我们同个执行小组 好 那去了以后 那江就很木讷 一定要找江 你找朱的话就政治风暴 我办一个活动 把朱出一点资源 然后把江撇掉 他也很大气 他也问朱 朱说来来欢迎江来 两个是不是同台 这焦点吧 好 就在市议会的一楼的教育厅 所以朱立文明明背后的推手是朱立文 对 但却邀请江启臣来 表达我们本党的团结 跟朱的大气 好的 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场将就很木讷 若有所思 那看到我们也没有很想理我们 没有在现场 我在现场 戴琪现在现场 那朱一来 过来过来 叫我们两个过去 过来 很时髦 自拍 我三个同行 就是我觉得他现在有改变 有人说他以前比较孤傲 可现在他认为说 你看他讲 接地气了现在 对他两个东西 两句话就讲 结果他的改变巨大 第一个 大家认为他比较 已经跟老共可能没有骂老共 比较跟老共好一点 现在是反共青美 就四个字讲清楚了 你说朱立伦反共青美 对啊 朱立伦本来就反共青美 他不是之前被维基百科爆料过 他是老美的 对 可是朱立伦在这个去年一月出的时候 那个习近平讲说 这个九二共识形同一国两制的时候 他没有靠腰嘛 他没有去反国 对 都没有反国 但是他之前就说是老美的人 那这一次 马英九不是说开战即中战 有没有 两岸干起来的话 被骂了横踩 那他就声援香港 朱立伦 他现在跟马是南渊北侧的两岸路线 朱立伦现在改变 这第一个两岸阵子 第二个人改变了 变得很亲切 他主动打招呼 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 这个而且到处去请议 从派计到议员到 亲切另外一种说法叫做作 你知道吗 他可能是不支持朱立伦 听起来好像是这样 性格上比以前热情一些 我看法是这样子的 你刚刚为什么人家 他在333的时候 你一直在害逃 我觉得摇头是因为 钟小平的分析非常有道理 三项都答不到 你摇头是说 那333三个都答不到 老K的目标嘛 333嘛 第一个30%拿不到 第二个输30万以内 要输30万以内很难 输30万以上 应该蛮简单的 然后你刚才说 他要拿30万票 如果今天开到四成 四成五一百万票的话 他还拿不到30万票 他还拿不到30万票 那很惨 对你开票开到四成五一百万票 他还拿不到30万票 因为连国民党自己内部的评估 都不是这么乐观 都不是这么乐观 所以为什么 所以内部的评估是怎样 内部的评估 因为国民党以前每次都不准 我想知道他这次准不准 因为我礼拜六就会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这次蛮准的 真的吗 你讲一下这次怎么听 因为数字不能讲 因为数字现在不能讲 我觉得蛮准的 真的吗 就是一波一波一波 往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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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看到 高雄赌盘的让票 一波一波往上修正 往上修正 那个趋势很吻合 所以前十天 这些数字都不能讲 你等一下偷偷告诉我 那个趋势好吻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那个333大概都打不到 打不到 之前还有复选团队的 大家各个都准备要让干嘛 是不是这样 我各位讲 因为什么李胜峰也不完了 没有 那个早就走了 然后我可不可以讲一个笑话 就竞选 他们竞选总部里面的人 里面就有人问了一句话说 我可不可以不要领薪水 为什么 我义务就好了 为什么 然后下一句话 请大家不要跟人家讲 我在这里工作过 免得 我这个职业当中的善意 我义务来帮忙 我义务来帮忙 就等于说我是来帮忙的 所以我没有在这边 就是这一场胜败 对啊 跟我没关系 对啊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惨到什么状况 你刚才说韩团队进去 其实韩团队没有进去 没有进去 进去的是 当然你看到的可能说是 郑造星 是 郑造星也是义务帮忙 他没有领薪水 他义务帮忙 大家都搞这一招才可以撇清就对了 然后你比如说 他的新闻联络人 是过去韩国瑜的新闻联络人 那是党内高层打电话 拜托拜托他去帮忙的 也不是主动要去的 都是党内很多人拜托 他们去帮忙 他们都没领薪水 有的有有的没有啦 有的有的一无帮忙的嘛 所以你要怎么说 你要怎么说 而且再讲一个笑话好不好 又有一个笑话 上个礼拜四 是李梅珍扫接 那早上是朱立伦第二次去陪他 陪他去见几个人 下午是江启成要去 下午江启成要去 早上是朱立伦 早上是江启成 早上的时候江启成还在跟李梅珍 阵营在那边联络下午的扫接的问题 等等等等 讲一讲 他还问说这个朱立伦有没有 有没有帮李梅珍去扫接 他们说没有 他只是陪同去看几个人 那好了 到最后呢 大家都讲得差不多的时候 突然李梅珍想要更改行程或取消扫接 那个扫接是江启成陪他去的 那你这么冰冻 江启成陪他去的 结果那没办法 都学姐几天还不想去扫接 那总部的人呢 只好打电话跟江启成沟通 你知道江启成回了一句话 跟中央派下去在竞选总部的人 他回了一句话 跟他说 他不扫我扫 他不扫我扫 他扫有个什么用啊 又不知道他是候选人 江启成就说了 他不扫我扫啊 世界上还有那个主席去扫接 然后那候选人没去 他就说了讲 然后因为这样子 总部才说 好吧那回复 还是继续去扫接吧 去扫接吧 就这样啊 所以你就知道 大家很头痛啊 还要再知道事情吗 这个就是民主长讲的 不受控好不好 你还要再知道事情吗 有第三个笑话吗 张启成县长王慧美 以前立委嘛 江启成去拜托 低声下去 拜托他去高雄复选 好啊 答应了 行程安排是什么 扫接 又扫接啊 王慧美陪同扫接 好歹也是个彰化线现场吧 是啊 讲好了扫接哦 人家都准备好了 就说我下去就是陪你扫接了 突然一通电话 改变行程 我们改直播 现场三条线 行程一直在改来改去 而且这些都是外地的县市场去帮你哦 讲好的行程他都可以改来改去哦 而且要穿爱里达球鞋 改来改去哦 你不能用三叶草吗 对不对 改来改去 所以现在韩国瑜好 那我认一下韩国瑜 韩国瑜到底礼拜五晚上选前之夜会不会出现 我们赌一下要不要 好赌一下 你赌什么 我不要跟你 你先赌啊 我赌 不会 那我赌会 我也赌多少钱 你也赌不会啊 那我们赌什么呢 赌什么啊 来讲啊 尽量赌啊 尽量赌啊 加档拿出来赌 在场全部人两块鸡排好不好 一块一块太小气了对不对 对 两块 有包包摄影带的吗 有包包摄影带的吗 都包包摄影带的吗 没有 都包包摄影带的 在场都包包 你两块他两块哦 不是你们两个人合起来两块哦 那你要是输了就四块哦 我四块好啊 那你把这个 因为你们先选了嘛 我知道选 那我听听看你为什么赌不会出现 因为我跟你讲 第一个韩国瑜不想出面 第二个李梅震柔看来不好 韩国瑜出面 那江的压力全部卸给韩 韩概括承受 韩没那么笨 韩从头到尾就不想 不会出来 韩最后我只是觉得 江会陪韩去投票 第一 韩自己会去投票 不会给江陪 好 不管我现在问的是 我们赌的是 选前之夜会不会出现 我觉得不会 因为你们两个都赌不会 如果我也赌不会 局就不会成了 所以我一定要赌会 我们要把这个赌局讲清楚 我告诉你我赢的机会很大 我只能告诉你我赢的机会很大 你们准备买鸡牌吧 我赢的机会很大 买就买吧 你咋子 鸡牌算什么 我刚给你喝都没关系 你30%都准备要输一万块 那我问你视讯算不算 视讯算不算 视讯算不算 我们讲的是去站台 不讲视讯 站台 我听到消息是他是视讯出现 我听到也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两个透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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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